年关将近黄连龙营试制会专程南下瑞士乡农会绿色照护站来进行社会服务活动 不仅是宣导糖尿病防治 同时也赠送了绿照站每位长者一把黄色的爱心闪 方便又实用 长者们也都相当喜欢 瑞士乡农会绿色照护站今天的志工人数众多面孔身份 但对于志工的工作内容却能一下子就上手 令长辈们感到新鲜有趣 原来是身穿巨黄色背心的花脸龙营试制会干部成员 他们摇身一变 称了瑞士乡农会绿色照护站的一日志工 现场忙着协助长者量测体温 血压等登记记录令长者感到新鲜惊喜 开心接受师兄师姐们的服务 惊喜还不仅止于此 花脸龙营试制会还特别准备了近百把的爱心伞赠送给绿照站 提供长者们不时之需 贴心细心的关怀 不仅绿照站 每一位长者也都感动致谢 层面温馨热闹 面关将近 常年关注社会弱势的花脸龙营试制会 近几年也将社会服务触角 延伸到花脸中南区各乡镇 这一次专程南下瑞士乡农会绿照站 关怀农村长者 进行血糖测量也加强糖尿病的宣导防治 另外也赠送绿照站黄色爱心伞来为长辈们遮风避雨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 万分感激 也高度肯定 设置会对社会公益的付出与关爱 记者是玉兰瑞翠采访报道